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由李宝竹爷爷所传授的中国式摔跤基本功的一个动作,叫做扒子。 请大家呢,先看一下我的动作示范。 刚才做的动作叫做扒子,我们给大家分解方慢讲一下。 扒子呢,我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会有行进间的和原地的练习,包括刚才看到的动作,扒子在走的时候, 先站好架,不要挺胸,合住进,一般我们在练的时候呢,尽量会有这个徒手基本功的一个基础,走的时候前脚像镰刀一样,向回带回,直接往后面支撑腿去带,合住以后,带回,换步,合住以后, 带回,这是一种,还有像旁边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像在地上,汤那种感觉,走的时候,向旁边,这样去走。 今天我们讲的呢,大棒子的这个器械基本功,扒子呢,直接往我们身体,中间这边带,直接扒进。 从侧面再看一下,我们走的时候呢,站好架,拿棒子的时候,如果您选择的是这个标准的适合自己的这种棒子的方式, 就是棍尾和棍端打直了以后,长度是大约我们这样折住,比以后在中心线,在胸口,一手打直。 因为呢,这个不是太标准的,所以呢,我稍微的往里拿一点。 走的时候呢,站好架,刚才说的,不要挺胸。 前脚带回的同时,后手要向脚尖的方向去送。 两个筋要合住筋,这个筋呢,不光是手在推。 这个就像我们讲的一个核心的力量,整体去把它发进发出来。 然后,翻转,翻转过来,盖过去,一换脚,再走另一只脚。 不论怎么走,一定要记住,手脚同时到位。 合住这个筋,眼往我们的这个,做爬子的一只脚上去送。 眼神,手和脚同时去走,整个身体合住。 发进的时候是整体,整体发进。 来,从侧面我们看一下。 总推过程中,合住,拉回,合住,像镰刀一样,带回,像镰刀一样。 拉回来,带过去,从正面看一下。 拉回,带过去,拉回。 大家呢,平时可以在原地先多做一下,因为我们在李宝如爷爷平常跟我们讲的时候会在行进间作为一个在练习过程中的一个整套训练课的基本功之一。 这个呢,搭棒子的方法也有,包括我们还有像斗袋子的方式。 今后呢,也应该很快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斗袋子的基本功。 再往后的话,也会包括这个我们小棒子的基本功也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感谢大家。